大家好,今晚視點31,有我麥家衛 還有我陳淑儀 醫務委員會改革這幾天又再引起關注 史泰祖早前建議,醫委會中原本由醫學會會董 間選選出的七個席位由會員公投 決定是否改為由醫生一人一票直選 這個建議引起了內部分歧 日前史泰祖更加辭任醫學會會長 今日他就和會董蔡堅在電台節目中對質 最終的發展會是怎樣呢 就要看看醫學會會董今晚開會的結果 不過今次內訓的緣起 其實就是政府提出要改革醫務委員會 醫務委員會現時的構成 其實就是一半由特首委任 一半由選舉產生的議席 總共有28個席位 政府最初的改革方案是怎樣呢 就是由增增四個業外人士都是由特首委任的 不過就被業界幾乎一面倒反對 認為會破壞了選舉和委任一比一的比例 干預了專業自主 政府最近都提出了修訂方案 維持選舉和委任在一比一的比例 這個新方案到底是怎樣的呢 其實就是原本由醫學科學院提名 再由特首委任的兩個議席 就改為由醫專選出來 新方案就有醫學界的團體批評 就說這個新方案是換湯不換藥 兩個席位很大機會由小圈子選舉產生 最終就損害業界的自主 歸根究底 其實大家這麼大疑心 都是因為現界政府和特首委任的官員和公職人員 往往惹來用人為親的爭議 加上有權用盡的風氣 還有港大校委會前居之鑑 業界的擔心絕對可以理解 政府就是希望可以在本屆的立法會會期之內通過修例 大家真的要繼續關注了 還要關注的就是馬市報的收地事件 一班居民到底的家園會變成怎樣呢 一起看看 種植是需要有泥土的 離開了泥土你就不是一個農夫 停手了,你為了錢 去賣你的泥人,泥人會需要 停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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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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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擔心 這個我們看下去 是一個很簡單的業主和租壩問題 這是歐先生 就是村口那塊地的租壩 我不是租壩 我是好好地善用農地 我在這裡出生,我在這裡長大 我在這裡生活,在這裡做農夫 直到現在 這裡就是我的根 我的根,好像我的名字一樣有根 我們農民一定要有農地 但是他們有錢 就可以把這些地球上這麼有用的資源 用鐵線網圍著,生草 我沒有 為甚麼我們出來抗爭呢 我就是覺得 這些太貪婪的地產 和一些管治香港的人合在一起 把這麼漂亮的農地摧毀了 這樣你認為我是一個租壩 還是他們是一個地壩 我叫陳家新 我是三、四年前開始在這裡種田 兩、三年前開始搬來住 其實我覺得地不是我們擁有的 其實是很多生命一起共享 這是我最基本的信念 我自己會覺得 我在香港能夠做的 就是繼續保護農地 原本是好好的一塊田 上面有椒、檸檬樹 可以用一部歐機,把它剷平 那一刻很大 在法律上,現存的法律上 剛好是行機收了 才有產權全大 但是當你看回土地 是一種公共的財產 就好像維多利亞港那樣 你田平它也可以 但是當你是一個土地、一個海港 是一些大家擁有的東西 正在承傳給我們下一代 如果不是政府有原子換地方案 和規定一定必須有智空權 本來是不會出現這種衝突的 原子換地其實等於更改土地用途 當政府決定採用公司合營的模式 發展新界東北 也推出原子換地的方案 只要在劃作私人發展的範圍裡 擁有四千平方米或以上土地的業主 可以透過保地價申請更改土地用途 例如將農地變成住宅 不過如果一塊地有人租來用 業主就必須做足賠償 收了地才可以申請原子換地 這次行基在馬市部要收的一幅農地 正正就是他想在今年年底之前 向政府申請原子換地的範圍之內 用原子換地的好處是說 現時的土地持有人 可以自行發展 政府便可以省了 不需要出錢收購那個土地 但是缺點最大的是什麼呢 原來在鼓勵 誰越早去做團地 他就可以越有機會 不需要通過任何市場競爭機制 他就可以獲得一個 升價百倍的機會 處理的辦法非常簡單 我們只要將這個面積 政府是回購 然後就換一塊雙等值的面積 給現時這一塊土地的業權人 那就可以所謂三贏方案 就是現有的這一塊土地的農業 農民、佔用人 可以繼續為香港市民服務 發展商也不需要難為無辜的前線互衛 是要和佔用人和市民有不必要的衝突 唯一會有阻力的 其實正正就是因為政府 一直有一種這樣的思維模式 就是說如果你們這次不肯走 我又讓步 又讓你們留在那裡 那你下次又會再用這種形式 就是這樣 你蓋了房子,填了紅毛禮 那就沒有了 所以無論如何都要堅守這一塊土地 那是叫秋冬 我們是雞蛋 對於高牆 我們做了多少就多少 不要想到之後的事情 雖然財團好像看上去很巨大 但其實過人或看上去很弱小的東西 其實它會產生一些力量 好像之前看過一個骨牌 只要把最小的骨牌刺起來 你會一直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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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很多預期 未來本港的經濟都會轉差 第一季的失業率就升到3.4% 是兩年多以來的最差 接下來可能會更多人失業 勞弓界說了很多年 取消這個强積金對沖的問題 有沒有機會 今天我們就請來扶貧委員會的委員 港大教授羅志光 以及工黨的立法會議員李卓人 跟我們談談 因應政府正在進行退休保障的諮詢 由雇主給的長期服務金和遣散費 在強積金對沖的問題就有一次討論 根據資料,強積金推行十五年多以來 雇主供款部分被沖走有266億 2014年有四萬多個員工被對沖 不少還在雇主供款對沖得零 即是基層打工就等於沒有退休保障 我也知道是另一個建議 現在因為有了獎積金的關係 基本上現在的所謂長期服務金和遣散費 它發揮一個最重要的功能 對打工仔來說就是一個失業的保障 因為當它離開工作的時候 就有一筆錢 可以令它過渡失業的期間 但是如果我們去解決這個對沖的問題 其實只有兩種方案 一個方案就是要僱主給兩份 另一個方案就是取消了長期服務金和遣散費 不過你要解決失業保障的問題 先看看你的建議是怎樣 你建議設立這個失業基金 由政府和僱主共付 取代遣散費、長期服務金 變成不存在對沖 僱主交給破欠的商業登記費 由250元就最少加回450元 員工如果失業就可以拿半年 人工的一半就不多於25000元 你覺得這個建議是否有些可行 因為僱主也要扶起一點責任 不過那個責任不是特別多 我們說幾百元而已 但是我們估計 初步的想法大約一年花10億至15億 如果在破欠基金 我們在商業登記購的那筆錢 現在有2億多元 政府大約出8億至13億 這是政府要付出來的 政府要付大分一點 僱主可以付小分一點 同意羅志光這個方案 對打工仔是否有些受惠 羅志光把兩個不同的概念 混在一起 一個是失業保障 一個是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 大家不要忘記 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 除了幫他失業階段之外 還有一個職業保障 就是說老闆不要亂炒人 但如果純粹付錢就完成 尤其不是他付錢 是由基金付錢 那可以亂炒人 不用想 如果我們支持失業保障 是幫助失業工人 又不是拿來給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 譬如如果真的失業保障 我問羅志光 理論上是半年已經可以取得 可以抄其他國家 通常都有一個最短的年期 有些是半年有些是一年 不過如果你是半年或一年 你取得的時段就會比較短 但譬如你去到兩年或五年 你的時段就會比較高 所以剛才說 最多六個月 都是一個大概的設計 因為細節還要討論 你的數目計算的時候 坦白說 當然計算兩年才只有10億多 12億左右 但大家想想 如果我們計算數目 一年對沖是30億 即是現在工人每年被沖了30億 然後將來我拿回來 又不是每年30億 將來我拿回來是10多億 其實又打了折扣 是否真的打了折扣 是,因為基本上 那筆錢 現在表面上 所謂長期服務金和遣散費 好像是給了員工 聽如剛才所說 大部分的錢是他自己的 不是僱主額外給他 只是在強積金裡 只是在強積金裡拿出來 但其實可否長期服務金同時並存 你的失業基金有在 如果說長期服務金 或者遣散費的計算方程式 大約等於每個月人工的5.5% 還要是最後那個月的5.5% 簡單來說 僱主除了供5%的強積金之外 還要預備5.5%給長期服務金 這筆錢對於僱主來說是一筆的 我相信最大的問題 我相信還是一些我們稱為中小企 因為他所謂的編制的利潤是非常低的 譬如大商業機構 其實羅智光這個方案 會否有機會優惠他們 我當然是大便 大家想想,市場那麼大 請了500人 全部破獄基金都給了 將來就是去炒魷魚 去遣散 就算遣散1,000人 遣散500人 你也是全部在那裡給了 以後就沒有了 大小也是全部通吃了 全部保障 最近這幾年 破獄基金已經很少給遣散費 還有長期服務金 只剩下很少 因為全部對沖了 因為全部對沖了 大家要面對實際的警況 剛才所說的 就是904% 僱主供給的錢 都是對沖走了 現在就是將來退休的保障 變成今時沒有一份工 一個經濟的保障 你覺得 有時在爭取勞工上面 會否其實都要有些退讓 因為接下來 僱主實說經濟變差 要共渡時間 我想我跟羅智光的起步點 有點不同 我的起步點是兩份 以前我們有遣散費 長伏金,一份 然後有了強積金之後 我覺得那個根本就不應該對沖 所以有了強積金 就為了退休 遣散費和長伏金 就為了職業保障 是兩份 所以我起步點完全不同 僱主肯不肯 你覺得我現在要拿回 沒有,僱主沒有的 是要立法的 如果你立法取消 僱主不肯也要肯 你說一年三十億都承受不了 我想香港真的很可悲 其實羅智光 算是比較折衷的方案 也看看究竟其他人怎麼看 職金局主席黃友嘉的個人看法 他認為可以保留部分對沖 同意研究失業保險 由政府和僱主一起付 每個月領取金額上限是二萬五 領取大概二至三個月 另一個也是來自商界 勞僱會商界委員劉展浩 他說希望保留強積金對沖 同意設立失業保險 希望政府有份參與 有機會拉攏 勞工也好,商界也好 坐下來談談你的方案 如果大家想解決問題 當然要談 如果大家持著自己的立場 故事說我不會肯給 僱員說我要多一份 我相信最後的結果 還是原地答報 多說10年都會說不完 我不同意 因為原地答報還是不原地答報 看政府 政府有立法權 如果政府願意做 那就可以搞定 還有現在羅智光的方案 其實也有一個不合理的地方 就是遣散費和長伏金 就變成了日後 政府也要付錢 沒有說因為政府立法 所以政府立法也要社會有共識 才行 如果社會沒有共識 很多時候都說保留一下 所以就是要大家去談 如果勞工界認為 不用管僱員 政府決定便可以 僱員又會說 政府決定便可以 要管僱員 就不用管僱員 如果你說等到甚麼 等到共識 那要政府來做甚麼 其實政府應該拘捕兩邊 我同意 但政府拘捕兩邊 他也不是要等兩邊有共識 但他聽完兩邊之後 他應該有個判斷 甚麼方案是最適合這個社會 即保障到打工仔 保障到打工仔 尤其政府現在經常說 強積金是拿來保障我的退休 究竟強積金 有沒有機會取消對沖 一定要有解決的方法 才會取消 而你以為就這樣取消對沖 然後要僱主給兩份 那些僱主會肯嗎 大家都聽得很清楚 僱主是不會肯 我猜一般大僱主的問題 反而不是很大的 但問題就是我們香港 百分之九十多的中小企 撥比的問題 他可能會轉型為虧 甚至根本無法營運 大家想想 一年有多少遣散 多少長伏金 都是有限的 我們當然希望僱主能付錢 但現在有機制 僱主不能付錢 又有破驗基金去幫僱主 所以事情完全都在那裡 好,時間關係 今天先談到這麼多 我想最重要的是 如何達成共識 不論是僱主還是勞工界 都可以坐下來 多談些 可以保障到勞工 亦都可以令到僱主你們都成熟到 最近有兩次出都會 我們一先到千五十三 時有一個前面 作為聖地的 早上 就要發炮 早下 早上 晚安 吳械 You are down, you are down 黎明演唱會最終舉行到 他肯認錯沒有推卸責任的態度 就將不少政治人物比下去 最重要是沒有聽到 說有職員被黎明弄哭 而且因為沒有帳篷 在場外可以聽到歌聲 我之前路過中環 也有不少人在附近一邊野餐 一邊旁聽,挺開心的 不過今天就有些雨 雖然王爺剛剛沒有了 不知道有沒有影響氣氛 說到旁聽,其實都是因為中環海濱 有不少公共空間 可以讓市民帶眾停下來休息一下 不過說開,在香港的公共空間 就出了名規條多 不准這樣,又不准那樣 公眾想,知有知在 這樣劈一下,就似乎很難 其實不止管理界設計上 很多公共空間都不夠用者為本 今集我時點 我會和大家看看 香港海濱的公共空間 這裡是俗稱西環碼頭的公眾貨物裝社區 除了是攝影熱點 亦是難得沒甚麼規管的公共空間 不過旁邊的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 最近就開始了味化工程 有人擔心這些欄杆 會為主於原本開揚的海景 到底理想的海濱設計 應該有甚麼原則呢 對方的海濱設計 這天我和建築師馮景衡來到洪磡 一起看看海濱的欄杆 說得不好聽點,刺眼刺鼻 這裡的欄杆就夠實質 不過有一半,基本上完全不通透 設計根本不想人停留在欄杆 你走過吧 因為你看到有一個很大的花槽 在玻璃位置,你又會看到 它又有一些大的花槽 在那裡,令你根本不可以踏上去 這裡是康文式,最經典的欄杆 每一個空位可以放手下 都不會比10至10厘米的空間 每走幾百米,地端不同了 欄杆也不同了 這邊其實是相對通透一點 但如果可以更加通透 或者甚至減少這些裡面的部分 其實可能會更加好 將它儘量隱形一點 馮景衡參與過設計不少公共空間 也有份幫發展局 讚寫私人發展公共空間的設計 和管理指引 他覺得海濱設計當然要顧及安全 但安全設施不應該成為障礙 坐下還有一點點混在籠裡面 完全是香港經典的欄杆設計 香港的公空間其實是欄杆化的 它未必真的有欄杆在這裡 就像在我們身處的草坯地 譬如不會跟地上是平的 你去其他外國的地方 草坯地跟走的地方 其實是差不多同一個水平的 你會很自然想親近那種草地 然後就在這裡享受 但在香港就不是 你也會覺得有些有形的 或者無形的欄杆在這裡 阻擋你享用 大家應該一起可以享用的地方 你看看三十多年前 在尖東海旁設計的欄杆 可以坐在這裡 又可以躺在這裡 只要有一點心思 又有多一點想像力 就已經一方面 可以滿足到它本身欄杆的功能 但同時又可以 令大家更享受去那樣的地方 香港很多地區和新市鎮 都是沿海發展 18區之中,17區和海相連 但是維港兩岸 就有73公里長的海岸線 我們和海的距離本來很近 來到赤柱這裡 雖然也有一個實骨骨的石膊 但感覺和海親近了很多 對,因為你可以坐上去 可以躺上去,可以躺上去 整個感覺已經不是一個欄杆 一方面配套 譬如這裡有小型的市集、小食庭 如果大家真的需要 也可以買一瓶水喝,吃點東西 最重要是自由很多,自在很多 這其實就是公共空間 最重要的一個元素 不少大城市近年都花盡心思 設計沿岸的公共空間 好像奧克蘭 奧斯陸 和波士頓等等 他們的海濱都做到人水共融 回到香港,超過40個海濱公園 或者海濱長廊 可以做到親水的就寧寧可數 一個時難,在管理方面 盡量想省時間 對於管理者或政府而言 其實只要加多一點想像力 而不是想像是用在無厘頭的設計時 讓大家可以100%甚至200% 享用香港最有特色的 一個林海的公共空間 在將軍澳海濱 想像我一樣,沒有遮擋感 散步,甚至坐下來看看海 雖然有石堤緩衝 但也要犯下規,爬過欄杆才行 沒有這些欄杆 香港人就真的那麼容易掉下海 或者我們也應該問 究竟是管理者的方便比較重要 還是公共空間的質素比較重要 我自己其實也很喜歡吹海風 希望可以跟海親近一點 接下來啟德的海濱 其實也會有五個海濱長廊的位置 交給私人發展 到底可不可以像愛國一樣 起到那麼親水 那麼和人可以和海接近的公共空間 我們就要看看 下個禮拜再見 再來